今天要来讲 当你的鱼绒外套口袋 破一个洞的时候你该怎么去缝补它 那我这一部影片是用缝纫机去缝补这个破洞 首先你先把你破洞上面的缝份 往内折 把它折好 两边的布要对齐好 折好之后你可以用出针 或者是夹着先夹着把固定住 最重要的是你的缝份折好之后 布要对齐好 然后等一下车缝的时候要有车到缝份 然后再来就是通常我要这个洞的时候我通常会注意看 我上下两边的布啊它的长度有没有一样长 上面的布呢是直的 但是下面的布却是有弧度的话 那就代表我下面的布太长了 太长的那一面我通常会 会 放在下面车缝 好 为什么要放在下面车缝了 因为我们的缝韧机上面那个狗齿 送布齿 它具有那个吃布的效果 所以呢 你在车的时候你多余的布了 它会就是慢慢的 长度会慢慢的缩 缩减缩小 但是你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 上下两层的布呢 它的长度有没有一样长 太长或是太短的那一面呢你都要慢慢的去控制它 那你要记得起针跟结束的地方都要倒针 倒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线脱落 所以这个这个小动作一定要注意 打扯好之后呢就把线头剪掉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口袋的扩动就 风补完成了